瑞士一日快闪 今天造访索洛图恩 位于瑞士西北部 是索洛图恩州的首府 是一座拥有丰富历史文化的小镇 位于阿勒河河畔 这座小镇以保存完好的巴洛克建筑文明 融合了瑞士和法国的建筑风格 被誉为瑞士最美的巴洛克城镇之一 游客经常造访的地标包括壮观的圣乌尔斯大教堂 这座教堂拥有精致的雕刻与宏伟的外观 主路图恩的旧城区充满了历史气息 古老的建筑 石板街道 以及象征性的喷泉 为小镇增添了不少的魅力 阿勒河河畔的步道是散步和放松的理想场所 享受河边的宁静氛围 索洛图恩不仅以其巴洛克建筑而闻名 它还是一座拥有丰富历史背景的小镇 古罗马人曾在这里建立了重要的防御要塞 这时的索洛图恩自古以来便具备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中世纪 索洛图恩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贸易与手工业中心 成为了当时重要的经济枢纽 索洛图恩在1515年正式加入瑞士联邦 并成为法国驻瑞士大使的所在地 这时的小镇与法国有了深厚的联系 进一步影响了它的文化和建筑风格 索洛图恩的十一这个主题 在当地的文化和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个数字与小镇的历史、传统和象征意义密切相关 首先索洛图恩的名称中的soul可以与数字十一联系起来 因为soul在拉丁语中是太阳的意思 与数字十一的吉祥意义相关联 此外索洛图恩在历史上是瑞士的第十一个州 这进一步增强了数字十一的象征性 在索洛图恩的旧城区 有十一座著名的喷泉 每一座喷泉都与当地的历史和传说有关 索洛图恩不仅是一个迷人的旅游目的地 更是一个承载着丰富历史和文化的地方 记得订阅以及按赞 支持我制作更多的影片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